60. 中國經營報將會評估業務分拆計劃 2015年7月27日致在公司C01屈麗麗對於高通來說 將芯片銷售和專利授權群綁在一起的商業模式 正在遭遇有史以來的最大挑戰 就在7月份,歐洲委員會正式管國族W 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 指控高通涉嫌在半導體領域藍用市場支配地位 其中一項最招於高通是否對於那些在機帶芯片方面 完全或幾乎完全從其購買的客戶提供了財務獎勵 而另一項則涉及高通是否參與了略奪性定價 即通過低於成本出售高通部分產品趕走競爭對手 值得注意的事 就在此前2015年2月 國家法改委出台針對高通發出壟斷調查結果 確認高通壟斷行為成立 擇令高通公司停止相關違法行為 並處以2013年度在中國市場銷售額8%的罰款 共計60.88億元 合計9.75億美元 同時高通在某些無線標準必要專利的許可提出了一籃子的整改措施 包括降低案整機批發證售價的專利許可費的幅度 不得搭受不必要專利 不得對過期專利收費以及禁止免費反向許可等 不難看出 與中國對高通在專利授權方面的反壟斷不同 歐盟本次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更則重在芯片銷售領域 儘管在業內人士看來 對於高通將芯片銷售和專利授權群綁在一起的商業模式 任何單一方面的反壟斷調查都不足以陷動高通現有的市場支配地位 但很明顯的是 接二連三的調查正在攤勢調其來支不宜的現金利潤 並直接影響到股價 加上競爭對手的步步緊的 高通正在試圖拆分其一度完美結合的芯片製造業務 與專利授權業務 這種跡象已浮現 7月21日的消息顯示 迫與激盡投資者的壓力 高通CEO史達夫莫倫科普夫斯蒂芮琳卡夫 已決定對公司的成本結構 全面評估 該評估有可能是高通詳細研究分拆的重要前奏 反壟斷調查的連鎖效應不到一年時間 高通在歐盟在與反壟斷調查 與中國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更加強調專利授權的問題不同 歐盟則將重點鎖定在芯片銷售領域,兩者採取不同調查訴求的原因是什麽? 既然任何一維度的反壟斷調查都難以改變其現有的商業模式, 為什麽各國的反壟斷不能將兩個問題合併調查呢? 顯然,歐盟對高通的反壟斷調查第二條,即通過掠奪性定價趕走競爭對手之所以能夠有效, 就在於專利協議與芯片協議的互動,看似低於成本價銷售芯片, 不過與專利授權費合計,高通一樣可以賺取高額利潤, 通過擴大芯片銷售帶來更大市場份額顯然可以賣出更多專利授權。 這與此前高通在中國遭遇反壟斷調查後主動提出整改措施後潛存的問題一致, 按照高通的整改措施,對為在我國境內使用而銷售的手機, 按整機批發證售價的65%收取專利許可費, 相對於原先按照整機批發證售價100%收取專利費, 該措施將國內手機廠商的許可費計算機數降低了35%, 確實為廠商爭取到了合理利益,但實質問題確在於廠商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這個合理利益。 自國公司專利運營團隊在當時就告訴中國經營報機者, 按照之前的收費標準,高通會根據採購量給與廠商相應的專利許可費率折扣。 然而本措施沒有明確的是,當採用65%的收費機數折扣之後, 高通是否會繼續提供與採購量的 的專利許可費率折扣政策。 如果沒有採購量的折扣政策, 65%的新政策不一定會對大廠商產生任何優惠。 當然,這還不是問題的核心。核心的問題在於高通專利授權許可費的機數 並不是按照芯片收費來計算的,而是按照整機成本價來計算。 這時其在全球推行的重要模式,這也就意味著, 高通有可能一方面可以通過低於成本出售部分產品趕走競爭對手, 而另一方面它仍然可以獲得很好的利潤, 因為芯片定價降低的比例反映到整機成本價的降幅上就微乎其微了。 公開數據顯示,在高通的業務結構中, 年營收的260億美元大約三分之以來自芯片業務, 但在其80億美元的年度利潤中, 卻有三分之以源自專利授權業務。 這意味著,芯片銷售為高通帶來更多的業務和訂單, 但更多的利潤則從專利授權業務中獲取。 因此,任何來自單方向上的反壟斷調查, 都不能完全防止調查對象找到合適的市場化規避免手段。 資深反壟斷專家, 北京市高頻律師時無所談亞軍律師告訴記者, 無論是針對專利授權的反壟斷調查, 還是針對芯片銷售的反壟斷調查, 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 其前提都是要高通在市場上獲取了支配地位, 同時兩者又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 正因為擁有相對競爭對手更多的專利技術, 芯片銷售才能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但也正因為芯片銷售有足夠大的市場份額, 也才能讓他在專利轉讓談判時佔有優勢地位, 對於中國和歐盟在對高通反壟斷問題上採取了不同的調查切入點。 談亞軍表示, 這與兩地的市場情況有關, 在中國,專利授權問題可能更加突出和明顯, 比如專利搭受方面, 反向許可問題等等。 而在歐盟, 由於專利法規及相關執法都比較完善, 企業在當地會更加注意合規性的康牌, 這時芯片銷售的問題可能就會更加明顯。 一般來說, 各國在對某一家企業或某一類企業發起反壟斷調查時, 通常會考慮到難易程度以及政策的效率問題, 這也就是各國為什麽都不會把專利授權和芯片銷售合併 在一起進行調查的重要原因。 反壟斷調查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確定被調查的產品範圍及相關市場, 這往往涉及到某一類產品全社會銷量及被調查產品所佔市場分額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龐雜的計算。 亦是反壟斷調查非常耗視耗力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專利授權和芯片銷售合併在一起進行調查, 涉及到的產品範圍及相關市場就會變得更加龐大, 計算也會更加瑣碎, 甚至確定準確的範圍都會變得非常困難。 譚亞軍律師告訴記者, 但是,各國發起這種調查都有一定的政策取向, 表示對某一種市場行為的支持或反對。 對中國來說,由於反壟斷法在2008年剛剛正式實施, 缺少一些大公司的典型案例進行威嚇, 作為市場對處罰的迫切性要求, 高通在成為中國反壟斷調查第一項的同事, 僅僅用了十五個月的時間就結束了調查和罰款。 而對於美國、歐盟這些成熟市場, 反壟斷調查的時間可能就會多達三四年、 七八年甚至更長,在譚亞軍律師看來, 必須承認的是,任何執法都是有其局限性的, 高通的市場支配地位一旦形成, 就不可能通過一次執法來改變其控制市場的各種手段, 這將是一個逐步的過程, 但執法本身則意味著警示,意味著企業需要正視並注意這一問題了, 接下來如果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就會遭遇下一次的反壟斷調查。 確實,在以往的諸多案例中, 反壟斷調查都會引發全球連鎖, 在此前的汽車零部件反壟斷調查案件中, 先是美國,然後是歐盟,日本,再然後是中國, 汽車零部件廠商遭遇到了幾乎是全球主要市場的反壟斷為最倒席。 而對於高通來說,這也不是歐盟對他第一次反壟斷調查了, 加上此前韓國和中國對他的調查, 高通現有的業務模式正遭遇競爭者以反壟斷名而進行的全球性圍攻, 分拆能否挽救高通,頻繁的全球反壟斷調查背後, 視芯片產業競爭走向激烈的表現, 高通也一定意識到了問題所在,所以提出了分拆的模式。 7月23日,高通公布的2015年三季度財報顯示, 高通第三季度營收為58億美元, 比2014年同期的68億美元下滑百分之十四。 同時,三季度正利潤為12億美元, 比2014年同期的22億美元下滑百分之四十七。 據此,高通稱其將考慮對公司結構作出改動, 並將削減十四億美元支出。 高通表示,公司可能採取的措施包括摩尼旗下業務等, 同時宣布將財減百分之十五全職員工, 大幅財減臨時僱員,此外環計劃削減三億美元的年度股權獎勵支出。 來自《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顯示, 高通面臨來自對沖基金John & Partners的壓力, 該基金要求高通口累將芯片、晶片、 部門從專利授權業務部門剝離。 在Jana公司看來,只有拆分成兩家公司, 各自發展,才能將股東的利益最大化。 最新消息顯示,高通將會在董事會中增加三名 來自Jana公司推薦的董事, 同時表示將會開始評估業務分拆計劃。 但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分拆真的能挽救高通嗎? 能夠改善當前的問題嗎?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通合作夥伴就表示, 分拆者一資本化的運作手段對於提升業績和股價表現或有幫助, 但在應對反壟斷調查的問題方面效果可能並不明顯。 的確,此前有公司預測,高通上季度每股收益為0.85至1美元, 低於一年前的1.44美元, 仍收預計為54億至62億美元之間, 低於一年前的68億美元, 這兩項數據均低於華爾街當時的預期。 因此,高通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來挽救股東的信任, 包括其在2015年3月宣布的150億美元股票回購計劃, 而此前的裁員和分拆計劃應該也是提振股東信心戰略的重要組成, 但對反壟斷來說,分拆能及高通帶來什麼?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表示, 分拆直接影響的就是企業的全球年收入, 按照歐盟反壟斷規定,一家公司一旦最終被裁定違反法律, 面臨最高相當於其全球年收入百分之十的罰款。 分拆導致的全球年收入的下降顯然會把這一罰款的基數降低, 以高通在2014財年264.9億美元的收入來計算, 高通可能將面臨高達二十多億美元的負擔, 而如果芯片業務與授權業務分拆之後,僅此一項, 就有可能違高通借省近十億美元, 而三季度的全球利潤財不過十二億美元。 的確,無論是對專利授權,還是芯片銷售來說, 任何單方向上的反壟斷調查,其基數都會大大下降。 而分拆之後,也將幫助公司很好的規避調一個國家針對不同問題的頻繁性反壟斷, 即今天歐盟可能會對芯片定價提出問題,明天可能會就專利授權提出問題。 與此同時,從反壟斷的本質上來說,如果兩家公司的行為處理得足夠好, 比喻不存在任何在市場銷售上的合謀行為, 那麼,由此涉及到的很多壟斷問題也就不解自破。 不過,這也將以未著高通記有商業模式可能面臨的變革。 在此之前,有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 對於一些沒有太多資金支付專利費用的後起手機廠商來說, 高通是一個無法愉悅的門檻, 因為要想購買高通的芯片,必須支付專利授權的費用。 由此,這也將留下一個問題。 分拆之後高通將用怎樣的方式重構現有的市場的罪和市場地位呢? 伴隨芯片廠商大規模地合併重組浪潮。 分拆後的高通芯片一單與其他巨頭合併, 其專利授權業務又將面臨怎樣的改革和挑戰呢? 市場研究公司Lirate Research Service 的預估顯示, 目前高通的芯片製造業務股的約為740億美元, 專利授權業務約為870億美元, 獨立後的芯片業務可能吸引英特爾等潛在收購者, 而這也恰恰是歐盟對高通反壟斷所面臨的變局。 還會期待。 為何不見到勝利, 感谢观看